那第二题呢 如果我们在一般人的标准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 可是他对耶稣的复活不确定的话 那算他算是得救的人吗 请再说一遍 OK 如果一个信徒 相信耶稣也一直来主日敬拜 行为上也很好 但他对耶稣的复活不确定 那他算是真正得救的人吗 他对耶稣的复活不确定 那他算是真正得救的人吗 虽然他的行为各方面 我们都觉得非常好 是一个好基督徒 我个人是这样领受 当然我们这些问的问题 都是属于在教育方面 属于在教会里边 一直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呢 我个人是这样领受的 这些人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他对复活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牧师都会问 你信不信 其中有一条问题就是 你信不信耶稣 我信复活 我信复活 使徒使徒心理 也有明确的一个 一个教义 我信复活 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是不会对复活有怀疑的 如果这个人 他对复活有所怀疑 是否真正的得救 这是要画问号 是否会我们超职 有信仰的发疑 是否冰